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現在已經可以開啟這個7天簽到的50級寶箱了 當我們簽到第7天的話呢可以拿這個露娜的40級支援箱 這個是40級的時候就可以打開 裡面有兩個11抽跟一個綠色蛋蛋還有45級的支援箱 那這個45級的支援箱呢你45級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裡面的話呢有一個50級的支援箱 還有4個11抽跟一個藍色的母卡卡蛋蛋 還有這個是一般副本蠟燭選擇箱 然後我現在50級可以開這個寶箱了 裡面的話呢有6個11抽 然後還有一個紫色的母卡卡蛋蛋 跟一般副本蠟燭選擇箱兩個 好那我來開吧這個簽到活動真的很棒喔 可以狂抽猛抽的 很多人靠這個活動都拿到雙子的 那我呢目前還沒有透過這個活動拿到紫色的 希望這一次可以海底饒月 OK打開了 好那我會選擇精靈 因為我時裝已經紫色的就差精靈 還沒有紫色的 好打開選擇精靈 精靈的話呢如果說要拿這個成長拿到的話呢 要70級的時候才可以拿到紫色的精靈 開 欸 我還不知道紫色精靈的動畫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個應該是綠綠白白的吧 白綠白綠的 因為跟我以前看的動畫沒有什麼差別 沒錯 沒錯好再一次 對啊他每次都有一個閃金色的樣子 但閃金色好像就是一般的狀態下就會有的 還不知道那種特別的是什麼顏色 好也沒有 再來一次 觀察一下 這是不是也是普通的啊 對 都是普通的 好 還有三次 欸 好像不太一樣了 不太一樣了 不太一樣了 我看出差異了 紫色的還是比較好的 那這個會有好的嗎 好期待一下 欸 哇 好開心喔 出紫了 哇 藍色的 我以為是紫色的呢 天啊 他出那個動畫是什麼回事 所以那個動畫是 是藍色的喔 啊 好吧 再一次再一次 天啊我還拍拍手拍那麼大力 暈倒 再看一次 這個也是普通的 跳過了 呃 剛剛被騙了啊 被騙了 我以為是紫色的 好 最後一次 給我個紫色吧 真的很想要紫色啊 哎呀 沒有 哇真的好難喔 要拿紫色精靈真的很難耶 真的很難很難 這個 我看一下好了 我剛剛拿到那個 精靈 那我就有拿到重複精靈了 欸 合成 有耶 有 兩 欸 2加1 三隻有三隻 好吧 看看說不定可以透過合成拿到紫色精靈 我這個是和白色的還是 這個是和綠色的嗎 這 綠色的也有動畫耶 欸沒有這是和白色的耶 和白色的也有這麼好的動畫 天啊 這也太有誠意了吧 跳過 退出 退出 好啦 和綠色的 綠色的話可以和兩次 啊 合成 會抓到嗎 抓到了抓到了 欸有機會兩隻喔 因為我一開始就抓到了有可能是兩隻 哇一隻而已 好 剛剛那一隻應該是 重複的喔 所以我可以挑戰紫色了 好可以挑戰紫色了 17%而已耶 好低喔 失敗獎勵是什麼 4個材料的話呢 是死獅精靈召喚石碎片3個 5個是4個 6個是5個 好 挑戰看看17% 好 人品 OK 這個最重要 這個一定要抓到 這個抓到最重要 抓到的話我就有紫色精靈了 我就差紫色精靈了 我就差紫色精靈了 有嗎 欸 啊 哎呀沒抓到 哎呀沒抓到沒抓到 可惡 藍色的勇敢的艾娜 哎呀 不過蠻好玩的啦 蠻好玩的 這個系統送的 也不能搶走太多 好吧 繼續努力的繼續努力的 抽卡真的還蠻有趣的 OK 那就祝福各位好朋友 好運啦 掰掰